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來種雞蛋花 各位看我這邊有準備了一顆雞蛋花的樹 那我準備種在這個盆子裡 這個泥土旁邊也有 可是我覺得種這個雞蛋花 對我來講有點太複雜 我想說請我的愛迪先生來幫我種一下 愛迪先生好不好 OK 沒問題 好 那來幫我種一下 我來拿這個 好 幫我拿一下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愛迪 那因為今天我們種雞蛋花 這個過程有點複雜 其實像我們一般要種這個花的時候 都是拿一個花盆 直接把土放進去 把樹種進去就好了 那各位也知道 我這個地方是在嘉義 這個氣氛比較高一點 而且我也沒有天天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是看天吃飯的話 最近這個下雨又不是下得很頻繁 可能就一兩個月 或是半個月才下一次 那這樣的話沒有人交花 那花很快就死掉了 那雖然我種的是準備這個雞蛋花 特別耐旱 但是呢 如果長久的這種 這種不下雨 還是沒辦法 那我今天就設計了一個這個 這個特殊的一個 花盆 那我準備了一個 這個大一點的這個油漆桶 就在這邊 那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先把土倒出來 那像這個油漆桶 這是20公升的 那我們一般來講 會在底部挖洞對不對 那我不在底部挖洞 我把這個洞挖在側面 那我在側面的話 它這裡就是保留一個水庫 擠水層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特別準備了一個這個 這是菜瓜布 大塊的菜瓜布 那我們先把這個菜瓜布擺進去 我們要擺的話 是在擺在這個洞的另外一側 你不要擺在同一側 因為我們在填土的時候 這個會乾掉嘛 乾掉的時候你 將來你在澆水的時候 很容易就流失 而且水的滲透很慢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邊 放一個這個菜瓜布的時候 它這個一個全面性的一個滲水 它水的一個利用力 會比較高一點 不會說你一澆就流失了 那你如果說把這個菜瓜布放 放在這邊的話 那剛好趕快把水流掉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你一定要放在這個洞的一個對側 然後下面有一個擠水的小水庫 這樣就是一個比較有功能性一點的 這個種植的種氣就對了 那我這邊有很多這個雜草樹枝 這個就是原來已經死掉了 但原來的話像我種這個是 這個會刺刺的這個 蘆薈嗎 不是 反正這個五竹還是什麼之類的 護衛藍那些 然後它本來是很不怕缺水的 結果現在都死掉了 那正好我們把它丟下去當養分 那我們就把它擺在底下 好那這個就是我挖出來的土 我們一邊全部把它丟進去 稍等一下我把那個鏟子拿一下 好那今天各位可以看到 你不是要種花嗎 你幹嘛你要做水泥嗎 不是的 其實用這種鏟子 用這種水泥供災用的這種鏟子 比你在種花的好用太多了 因為像我們水泥師傅 他就是說沙子還有那個水泥 不是要把它厚均勻嗎 他們就是用這種工具 最容易讓你的這個土貨來均勻 而且一次的這個量又比較大 像我們在這樣 在翻是不是很容易 那你如果拿一般的家用的那個 種花的鏟子 你要貨這個土是非常困難 非常麻煩的 那當然 當然它也有用處啦 可能這樣一鏟對不對 是不是快多了 所以說很多東西我們不見得就是說 什麼東西要用在什麼地方 如果說我們能將它擴大它的運用範圍 這是非常好的 來我們繼續吧 那我們先把這個填一半之後 就來把我這個雞蛋花把它種上去 這雞蛋花我是在台北那邊育苗的啦 就是說我們當時就是砍這個雞蛋花的一截 然後曬乾曬了大概一個禮拜 讓它縮水一下 不然它這個傷口很容易感染 那縮口以後我們種下去 它現在已經長很多根了 這時候來種算是 蠻適合的就對了 我們就把它擺進去 好 那我們繼續把這個土填滿 你看非常好用對不對 一上來就一大把 那你如果說用那種普通的小鏟子 不曉得要挖到什麼時候 那所以說各位如果能善用你這個 這些工具你的效率真的是會好上很多倍啦 稍微把它壓起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我們如果說 這個土我們把它填滿之後 我們一旦在澆水的時候 它這個水的一個保留器 就剩下不多了嘛 那所以你如果很迅速的加水 大部分都往外落出來嘛 那問題是 我們剛才有多了這個透水層 大概有 有大概30公分左右的透水層 這樣的話 就可以從這邊直接滲下去 然後往這邊 讓土壤吸收 它會比較快這樣子 那這樣也種得差不多了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拿那個水 來稍微跟它叫一下 這樣就OK了 好那以上呢 是我為各位示範 我們用一個新的一個好的方法 節省時間 而且又提高效率的方法 來做一個多功能性的一個 種植容器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了發一個讚 謝謝各位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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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